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 星期二就美国是否准备好 应对未来战争举行听证会 委会的专家指出 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战争 虽然很遥远 但是越来越真切 而这将是美军面临的最大危险 问题是美军还没有做好准备 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四杨 来介绍这场听证会的内容 四杨你好 你好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为什么会举行这样的一场听证会 是不是议员们对于美军 现在的备战能力感到担忧 关于这一点的话 我们首先来请听一下 这个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 叫麦克索恩伯里 他的一番话 马蒂斯部长在作证时说 美军在各个战争领域的优势 已经受到侵蚀 不管将来我们会遇到什么 这是一个现实 我们必须准备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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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军事委员问的是就是说 美国军队的备战能力 但是这个约会专家都是在答 就是说美国军队与中国和俄罗斯 如果是有交战的话 美国军队的备战能力 所以这个呢 整个就是围绕这两个国家的 这个应对来进行的 所以已经是以中国和俄罗斯 为假想敌展开的这样一场讨论 那如果美中开战的话 会从哪里开始 以什么样的方式开始 那这个问题呢 就是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总裁 托马斯·麦肯 他在作战的时候呢 他就有一个解释 他就说 其实我们并不是因为国家战略 或国家安全战略 把中国和俄罗斯 当成最大的这个挑战来说 而是实际上我觉得 就是他们作为专家的这个观察 也是觉得 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的威胁 或者美国和中国和俄罗斯 将来要陷入大国战争的 这种风险呢 是越来越强 然后呢 他在作证的时候 设想了中国 就是美国与中国 因为台湾问题 陷入这个战争的一个局面 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来听他说一下 这样的一场战争 非常有可能 以大规模精确定位导弹袭击开始 他们不仅会袭击台湾的军事设施 也会袭击美国在地区的军事设施 可能包括在日本和关岛的设施 面对这样的袭击 美国及其盟友准备的到底怎么样 那个麦肯说 他说那个 这样的打击呢 给美军在太平洋 特别是那个空军和海军 造成的影响是特别巨大的 而且在国际水域当中 如果中国的这个潜艇 就是巡航导弹潜艇 如果在国际水域当中 他们有可能对美国的本土 产生影响 那么他们觉得 就与会的专家觉得呢 在西太平洋 美中在西太平洋 就是说爆发那种冲突的可能性 是最大的 然后在国会作证的 另外一位专家 他是美国智库 新美国安全中心的 叫保罗沙雷 他就说 那个美国现在在西太平洋 投射影响力的这个 这个能力呢 越来越下降 而中国呢 与此相反 就是说中国他在 那个地方就越来越有 有数百枚巡航导弹 并且还有一千多枚的 这个弹道导弹 所以呢 他这样的一个军事能力 对美国呢 这个军事 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基地 和航空母舰 形成了一个威胁 然后 他也提到在欧洲 说那个 欧罗斯也是在 对精确打击 还有那个电子 包括航空 这些方面呢 都进行了巨大的投入 那么美国在 欧洲的这个影响力呢 也在减弱 美国的国防部长 马蒂斯是说过 美军现在的相对优势 虽然在减小 但是依然是 非常的强大的 美军 那么如果美中 在西太平洋交战 像这些专家 所预计的这样 或者说是美俄交战的话 那么美军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是 他们最大的担忧 就是一个 就是说 不对称 就是说军力的不对称 那么这个 作证的另外一个专家呢 他就这么解释说 他说 我觉得最大的是 军力不对称的问题 说 我们谈到中国和俄罗斯的时候呢 就是说 他们两个国家 是区域的 这个 在 都要跟他们作战 都要是到当地 去作战的情况 那么 对这两个国家来说 他们拥有天时和地利 可能甚至在美国 要派出军队 对他们要做出 做出反应的时候 他们可能就已经有能力 就是说 读取了 他们想要读取的东西 他说 这两个国家 跟伊拉克 甚至跟朝鲜比的话 就是说 能力要大 太多了 所以这是 就是说 美国和中国 如果在西太平洋地区 爆发战争的话 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同 他说美国还有义务 维持那个 全球的这个安全 但是那个 中国和罗斯不需要 所以这样子的 意思就是说 美国的军力 是会被分散的 是 这是中俄的优势 那么中俄的弱点 是什么呢 中俄的弱点 他们谈到最大的一个弱点 就是在软实力方面 就是说 中国 中俄的这个政权 他觉得这样是 中俄长期执政 在国内 有这样的一个 合法性的问题 然后呢 他们面临的 国内的这个动荡 可能会出现的 国内安全问题 然后同时呢 两个国家 虽然说 他们基本上是 专注一个区域战争 但是两个国家 他们有没有能力 打 同时打两场 两场战争 那也是对他们 是一个挑战 然后他还提到 就说 中国和俄罗斯 跟周围的邻国 都有这个领土争端 而且邻国对他们 并不是很友好 跟美国不太一样 对 是 我们刚才说到 是与会的专家的意见 那么这次参加 听证会的议员们 最关心的话题 有哪些 议员们基本上 就把需要关心的话题 都谈到了 他们谈到了什么呢 就包括就说 美军的军事能力 到底是什么样子 刚才也说了 那么俄罗斯的军力 中国的海军 是什么样子 中国的科技能力 那么中俄的这个 政治和心理战 到底是怎样打的 那么美国军队的教育 我们如何加强 美国的国防建设 等等 所有的方面 都暴露外向了 是 好的 谢谢四杨 今天总部演播 时代给我们的详细介绍 谢谢